掌面盈润,手指非常的修长 指为龙,掌为虎 龙长虎短,指掌得配 是非常不错的手型 是典型的水行手 水行手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很有女人味 而且水行手的人温柔敏感 有艺术气息 食指非常的长 食指和兄弟姊妹的缘分比较深厚 通常会得到兄弟姊妹的助力 所谓小指过三关 不愁吃喝穿 说明晚年和子女的缘分 非常的深厚 能够想到子女的福分 指掌间也见米康树文 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代表衣食无忧,小康不愁 只是生命线和脑线 粘贴稍长一些 而且粘贴处见锁链文 从小体质不佳 个性稍先敏感 而且对家庭的依赖性稍强一些 脑线见导文 脑线不但是反映出 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 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如果是脑线见导文的话 说明心里受过创伤 创伤跟感情有关系 感情线出现导文 加上感情线前期也有些杂乱 30岁之前容易犯情伤 并且这是一个桃花比较旺的体制 那么这个导文有伤因缘 并且可能会干扰到婚姻 我们看之后感情线自从导文之后 就出现多条下垂的支线 而且本身感情线尾端也下垂 在感情当中充满了一些悲观的情绪 有些缺乏安全感 那么结婚线也多条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情路并不顺畅 因缘是好事多么 从这个关系线横文也可以看得出 这个亲密关系线见横文 说明了这个恋情受到多方的阻碍 阻力比较大 甚至也来自家庭的阻力 掌面厚重手指调达 三公也饱满 是福运深厚之人 加上文禄看的是断掌 断掌我们都知道 它是感情线和脑线合二为一 理性和感性混杂在一起 所以传递出来的能量非常强 断掌人所以说决断力非常强 那么缺点就稍微有一点偏强势 而且稍微有一些妒忌心偏重 不过做事决断力很强 很有勇气 从这个湖口火星丘的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有勇气面对挑战和困难 这个勇气十足 这是这个断掌人的一个特点 也符合断掌人的特质 训工饱满 训工是财位 正财旺 本质稳 从这伸长的视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我们看这个 在中指土星丘 太阳丘附近之间 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符号 也就是手指的指纹出现在手掌 掌面上 这个是宝静纹 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能够在人员上 事业方面 能够有一些贵人帮扶 不过财运线 有一些断序 我们说财运线 如果是不断 不断开的话 非常深细的一条 那么说明财运非常的旺 运气非常的好 如果是出现断序 就容易时好时坏 我们看这个 事业线上面虽然深刻 但是有一条影响线 在中年干扰到事业线 那么这个影响线 我们说经常会结合感情线 和亲密关系线来看 因为它有同样的寓意 说明中年 遇逃花干扰 这些是烂逃花 未能成功的结合 刺破了事业线 从这个断掌中间的导纹 也可以看得出来 说明中年容易犯情伤 干扰到婚姻 这个断掌人 也是不利姻缘的一种首相特点 小指外撇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那么再加上 这个身份线尾端出现分叉的话 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新星秋饱满的人 身体素质不错 精力充沛体力佳 运势根基也不错 那么湖口火新秋的饱满 也说明 有勇气面对挑战和困难 在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 困难就出现了 就是见导纹 这个代表脱离延伸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 包括事业线初期 也是断断续续不明显 比较模糊 事业方向不明朗 容易比较迷茫 阻碍比较多 但是 中植土星秋见女字文 包括太阳秋也见短线的 女字文 也叫新闻 这是比较幸运的符号 会有贵人来帮扶自己 在事业上 在财运上有所突破 不过脑线下垂 而且见分叉 脑线下垂有弧度的人 想象力丰富 但是有多思多虑的倾向 同时脑线的分叉 也说明是兴趣爱好 比较广泛 多才多艺 那么这类人的异性元也是比较好 异性元旺的话 在感情当中 感情线见导文 甚至已经干扰到婚姻 感情线导文加锁链 并且在中期出现的话 就容易干扰到婚姻 注意调整 这是典型的木形手 木形手的人多思善谋 但是身体素质偏弱 从生命线初期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脑线是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是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 脑线和生命线 四年非年了 似乎有川长人的独立 从小懂事独立 但是成年之后 似乎也对原生家庭 心怀感恩 特别是容易反哺父母 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同时呢 这个父母长辈 对自己也是非常不错 是你人生当中的贵人 从这个生命线内测的贵人文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生命线存在锁链文的时候 身体素质不太好的时候 一直是这个长辈 父母 关爱 有加 这个贵人文跟锁链文并行 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自从 这个锁链文消失之后呢 生命线马上就 没有过多久就生出了这个上升线了 说明呢 这个身体的健康啊 身体素质的强弱啊 对运势的 这个提升啊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 运势这个身体好转了 运势自然会提升啊 可以看到这个上升线 那么脑线和出现大脑纹呢 说明心理遭受创伤啊 这个跟感情线有关系啊 感情线波折起伏 而且呢 见脑纹啊 所以说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也是犯过情伤啊 加上本身整个感情线波折起伏的话 闻路如人生路啊 这个感情之路走得异常的坎坷 有一些烂桃花偏缘干扰 因缘是好事多么啊 不过太阳线出现了啊 再加上这个帮符文呢 有这个助力啊 这个有望这个贵人指点迷津 在感情当中啊 能够更加顺畅一些 小纸还是明显偏短啊 和子女的缘分比较浅了 同时也说明晚年呢 运势一般 从这个生命线尾端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尾端出现大分叉 说明啊 晚年难想清闲 难想子孙福啊 容易为子女操劳忙碌 狮子训工财位呢 是正财位 此处饱满 但是见杂文干扰啊 正财有些 但是有 但是有一些不稳定啊 也就是说本职工作 你的正财啊 有一些动荡起伏 从财运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财运线稀疏 很难汇聚成一条深刻的财运线 走向水晴丘 所以说财容易散啊 很难汇聚在一起 不过呢 四肢严丝合缝啊 有土长人的稳重和持家 能够亮入为初啊 这个小日子过得不是太难 我们看感情方面 还是有一些坎坷 在三十岁之前呢 这个感情线导文啊 明显的有两条导文 那么也有出现一些杂文干扰 三十岁之前的感情难稳定啊 有一些烂桃花侵扰 导文出现在感情线呢 在感情当中能量减弱啊 容易被一些这个邪气 或者是烂桃花侵入 所以说感情很难稳定 三十岁之后呢 感情会变得更加清晰啊 这个导文消失 感情会逐渐的趋于稳定 因缘也会慢慢好转啊 同时呢 我们说这个感音线呢 能够收拢 也自己的心呢 也能够收心啊 收心的话就是 三十岁之后呢 能够慢慢的心性成熟 稳定啊 感情也会变得稳定 掌面银润通透 掌秋饱满高龙 是浮运深厚之人 也是典型的女人手啊 金星秋虽然饱满 但是呢 掌底更宫啊 金星秋下部这个底部 更宫的位置出现很多青筋啊 注意肠胃的保养 实质迅功财运呢 确实非常的饱满 干净啊 正才比较旺啊 失业线也是非常的深刻清晰 本职工作比较稳定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小纸水星秋啊 比较饱满 而且伴有钱财树纹 那说明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啊 钱财纹呢 说明能靠口吃轻松饭了 不过呢 生命线和脑线粘贴比较长啊 出生家庭环境一般的 身体素质呢 也偏弱 从小呢 这个粘贴处比较浅 但比较脏纹干扰多啊 血液也受限 那么这个起步啊 稍微差了点啊 但是呢 成年之后呢 脑线尤其的变得深刻清晰 有独立的主见 和这个人的 这个头脑也非常聪明啊 那么生命线呢 成年之后呢 也变得深刻 并且伴随上升线 说明在进入成年之后啊 甚至到中年 这个运势呢 都会不错啊 不过感情线 确实在三岁之前呢 杂文干扰比较多啊 特别是在这个中期啊 有一个大的三角啊 本身呢 也是异性桃花比较旺啊 那么大三角呢 在容易干扰到这个婚姻 甚至有第三者 插足啊 不过呢 这个感情线尾端呢 有三条均等的分叉 跟这个凤的尾巴一样啊 凤尾文啊 凤尾文是非常吉祥的符号啊 是非常 对于女性来讲啊 在婚姻当中呢 表现的 尤其的是有这个 忘夫新家的潜质啊 那么这个是三十岁之后呢 婚姻会逐渐的稳定 是非常吉祥的 感谢观看